牌子叫林居民 所以曾經大埔有一個村的村長找過我 老闆 這村子很大的獨立 我們都不敢肯定這村子是林居民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看一看 我就問他 你們這村子有沒有資料證據 就是這個1998年之前也有的 他說我們都是搞到那幾年 那幾年一定不居留 但我可惜沒有任何文字 那些柱子、那些建築 沒有任何資料顯明我們這個證據 那我就沒辦法了 都很可惜 一定要有這些證據才可以 當你揮進去林居民的定義裡面 那怎樣叫林居民呢 就說 剛才我提到 就說 當 起到城寨之下 當時的官員做過一件事 就邀請一班 附近的鄉村 周邊鄉村的村民 千日去城寨入住 當中唯一 還有一戶 還有一戶 那家屋 幾代人都在那裡住 原來沒有拆 或者沒有被香港政府收了 或者賠償 以至失去那個業權 只有一戶 那一戶是正常的 那我見到那位老人家的時候 那他已經 那時候也有七萬 差不多七十歲 七十五歲 差不多 那他有三個兒子 所以當時政府就說 會賠四家屋給他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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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有那個 民意 其實 也不當是不居民 其他人 有一家屋 都會賠一家屋 那又賠幾家給他 但是他說 不行 我們是 就是有特別不同的身份 我們已經要求 有特別的賠償 恩恤 但是據我所知呢 到後來呢 都是 不是我得常所願 所以我看到新聞 他是 到最終 他都是 躺在那個地方 抗議 不肯搬 就是 誓死 要 保衛自己的權益 那種 那我 很感激他 為什麼呢 不是感激他躺街 就是 而是感激他 在當時 很慷慨地 將他擁有的文件 那些文件呢 是給我 演人 那些文件 包括什麼呢 包括他們的祖先 即是說 直到英政府來 要修 要修他們 要修他們的地 換地 因為 因為現在 那時候 英國 控制了程度之後 他 怎樣去處置呢 他就要將 那些地 命運上都要 劃歸自己去管治 那這次 他就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 炒治英國人 在五周新界的時候 一樣 他做的方法也是一樣 就是說 將那個 有業權 那些人呢 登記 然後 將這個 原本的家 就 換成就是 英國人發出的那種 那種 那種的憑證 然後就可以了 拿著那個憑證 就是交那些 稅 即地稅 那進去 就是 成為那個地的 控制 控制者 那樣 那個權益 受益人 那樣 那麼 當中 他有那些 那份文件 還有就是 三十年代 起的 那些 政府 要他交地租 那些收益 他有的 另外 三十年代 會出門一次 政府說 要趕他們 走 要搬 要遷去哪些地方 什麼時候 要完成 要走 那些文件 有的 然後 找到這些 這些 這些資料 這些資料 都是 政府黨 都不會有的 因為政府 這些 太多了 而且 經過日戰時期 很多東西 都被日本人 整個聯賽 或者 不會再擁有 除非很重要 他可能 有一套 搬回去英國 然後 可能 戰後 再 福人 就回來了 很重要的 就會 但是一般的 就不會 這些一般的 只可以在民間 用得回來 而這麼巧 就有一幅 不居民 所以我就 福氣 找到 所以很感恩 所以 大家看到這本書 我以為一套書本本 找到的時候 在後面 我特意 是 附印了 有一些 圖片 在裡面 那邊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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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室 在住室 三角資料後面 是有一些 文件 的 負印點 在裡面 大家有機會 或者可以 照著來參考一下 我等一下 都 在PowerPoint裡面 都應該會有一些 可以大家 開眼眼戒 就當是 欣賞一下 看看我的心血 算 它不是 中國政府 或者那個員官 發給它那種 而是 可能那張 已經被英文收了 換了另外一份 就是說 香港政府 也承認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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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種 那種 那個 年代 我不知道 那個 情況是怎樣 就算是新界地區也要包 城寨將會當作新界地區一律處理 因為當時 最初說 城寨在展台《香港戒指尊前》 新界的條例是不包在內的 但因為後來 誰就找到一個理據出來 理據就是說 因為他接管新界的時候 有城寨的官員和士兵插手 有幫新界的居民反抗 他的理由就是 我看到一些穿著清朝軍服的人 是有參與和村民一起合力 來抵抗英軍 所以我們可以說 中國是違反了我們條約的面前 其中一句 他就說什麼呢 他本來說城內的官員可以 有些博思琦氏的電影在這裡 繼續任務去做你的工作 唯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防惡 因為你住軍 你繼續辦公不要緊 但你不要違反了我們英國是防守 整個香港的武備有所抵觸 有個困惑在裡面 於是英國就把這一句 就趕走城寨的士兵 然後就安全地要管治城寨 所以就把城裡面的使用權 他自己不管 他就交了他的教會 剛才提到的聖風會 他就交了給城裡面的建築人 交了給城裡面的抗議收穫師 這些東西 就會去用 所以教會在那裡服務 所以變成這樣情況之下 英國人在這裡很聰明 第一 條路裡面有一個陷阱 在這裡 做一個伏線 讓你踩中 然後就拿著這個伏線 就說你襯了陷阱 就一直跟中國在這裡 然後就用實質的武力 先控制了 當時的力強是這樣的 就是用武力變成事實 變成一個客觀事實 然後你就聽聽話話 你不能爭 那你又不夠去打 你又輸給別人 那就算了 或者叫做無可說 但是呢 一路以來 為什麼中國 在這麼薄弱 或者這麼差的角力 的情況之下 都令到英國人都要 跟他爭論 跟他去談 或者去商議 回應中國的訴求呢 因為每一次都有些居民 就是有些 很有民族情懷的居民 在這裡站在第一線 站在第一線 去反抗 去抗議 去投訴 於是呢 又有另外的問題產生 那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簽香港的那個 各樣的 最主要是租借 租借條約裡面 很重視的一件事就是 你可以修訂 你可以活修 你可以去 或者是 拆位一些房屋 但是要 照價賠償 要照價賠償 也都有一個 意思就是 要提供一個 安置之類的 條件在這裡 因此 居民 他就有理據的投訴 即當你如果覺得 你拆了我家屋 你收了我屋地 那你又不給我 去補償我 那我怎麼去維持我的公道呢 維持我的勤力呢 於是向我的祖國 去反映 於是祖國就可以 有大條道出來 支持居民 為什麼你不按照條約的規定 而去處理 所以不單單是居民 我留意到 當時很多地方要發展 當香港政府要拆 要搬 要成的時候 如果給那個圖場 不夠吸引 或者不夠這個 好的話 或者有 這個居民 有損失的話 這些居民都會 用這個 理據去爭取 只不過 城寨的居民 更加多了一樣 我們在很多文件裡面 都是強調 就是說 城寨和其他地方是不夠的 它是 在展開《香港價值專條》的時候 裡面已經規定 是迎歸中國本治的 因此 你是沒有權 逼我們走的 沒有權 要我們搬的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為什麼其他地方 未至於會去到這麼高層次 就是外交層面去爭 爭 但是每一次城寨的問題 總會很多時候 會去到內交部 甚至我看見文件裡面 在這些 廣告資料裡面 其中一次 甚至 蔣介石也有插手 都有 都有過問 過問這件事 因此 我想知道 中國當時是寸土不讓的 就是當日 依照主權問題 它就會有 覺得需要關心的地方 而我當時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都會想 為什麼 這麼緊張 就是說這些 這樣的自權 主權的問題 當時的中國 其實 至少20年代 都還是 在那個 軍閥雲戰 還有很多 北伐 都是一個過程 都還是未成功的時候 然後 然後 三個年代 雖然定都南京 所謂 表面叫做統一 但是仍然是 很多勢力 分 分 分開來 擴祭 很多軍分 互相 在那裡 你醒來 那 為何 中國 會這麼緊張 這種偏 偏 小 小 離不足的地方 為何會這麼關心呢 那我就想回 就是 一到二五年 孫中山 報生 受到的圍捉 裏面有提到的 就是要向列強 那些抵國主義的國家 去取回中國的權益 這個 就是這個 成為了 國民政府 真正是 就是定都於南京 真正的統一了 國家之後 希望走的 優向 就是 一定要在 公平 在平等的層面裏面 如何去 爭取花子 國家 應該有的 那些土地 或者是 那些 喪失了的 那些權益 所以這方面 形成的 就是 它自己 亦都要 公開 要表達 就是 我們要繼承 準備的維園 然後 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的 就是 立國 我們的 統一之下 我們要 要獨步 要完成這些 這些 要做一些 工作 因此 少許小孩 無論是一個 租界 或者是一個 所謂的 商埠 或者是一個 民地 什麼都好 一牽涉到這些 問題 無論是由 居民提出 或者是由 其他的國民提出 或者是由 自己政府內部 去看 都會成為一個 大的 議題 所以我們現在 會看到 其實 大家知道 香港 這個地方 香港 九龍新界 最初是哪一個 院館 叫什麼 什麼 安院 深安院 大家知道 曾經有一任 新安院的院長 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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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 就是去九龍城寨 支持 向居民 表達 我們將會 恢復 在九龍城裏面的自權 就是 我們 新安院將要恢復 對你們的管治 就是 那樣 當時很大陣仗 不單止是 新安院的院長 連警察部長 即是 新安院的警察部的部長 之類 有幾多部門的首長 都 齊集在九龍城裏面 在九龍城裏面 向居民宣示 所以 這個地方 不是我們想像 很小 很簡單 很容易解決 而是 在中國的立場來說 其實 這個是代表著 尊嚴 國家的尊嚴 和 國家 在條約裏面 是沒有倫散的地方 沒有理由雙手 恐揚了給人 所以 尤其 在一些民族意識 強的 時候 城寨的問題 就會更加 成為一個大的 語談 亦都會導致 中英之間 很 劇烈 或者更加大的衝突 尤其在戰後 現在4748 464748 這三年 戰後 1945年 和平 現在4748 這三年 連續出現 好幾次 那些大的風波 即是 跟城寨的風波 主要就是 在戰後 第一 中國打贏那一場 成為了 善勝國 第二 戰勝國之後 又怎樣 英國又一樣回來 繼續管治 你想想 一開始 你覺得最不服氣的 就是 在抗勤戰爭裡面 在對日本的戰爭裡面 英國是怎樣的 十八天就走路了 或者投降了 那樣 就是 還有面回來 繼續去管治 香港 雖然難怪 為什麼英國人對於抗日這一筆 是很低調的 不是很想提 在歷史裡面 歷史書裡面 都不是很長篇 所以搞到我們香港的市民 幾十年裡面 對抗日 很模糊 還有對於抗日的經歷 一些具體的情況 好像 英雄淡寫 就這樣了 因為他不想 自己的面子過不去 就是覺得 自己這麼瘀的事情 不會這麼多了 所以很多的紀念 都不是那麼高調 而至於下一代 我們對日本 都是 到現在來說 都是非常期待的 甚至他們都沒有力 有什麼超人 什麼 哇 真是否很帥 打得 其實很對不起 我們 犧牲了那些 滅士 或者英雄 或者那些 已經出過錢 出過力 出過身 出過命 去保家衛國的人 或者受苦的人 都 希望我們 可以多些人 去關心他們 那 所以在整個過程中 我看見很多層面 發覺 其實 城寨的問題 絕對不單是 外交的風波 其實也是一個 可以說是 牽涉到民心 牽涉到民族 那種 凝聚力 那種 團結 那種自尊 自信 自求 我記得我在 這本 這個論文 和書的過程中 看到很多 英國的檔案 就是 看到 當時 戰後 1946 很多香港的華人 其實是 很多 累積了很多 很多 北門 而且在戰後 他們覺得 我們贏了 自己國家贏了 為什麽還要給英國人管治 給英國人管治 他們會 舉了很多 很多原因出來 有人做過生物的研究 這是英國政府 或者香港政府 去做的一些探討 當時他們自己知道自己是很有危機 那他們就自己都分析 為什麽香港的華人 要我們這麽抗拒 那他們做了很多原因 包括 同工不同酬 或者做了一些工作 但是華人的薪金又低一點 去銀行那些排隊 就 明顯都是 紅蘇六蛋那些排前 華人就 麻煩你厚一點 或者 不會理到你 之類 就是 很不公平的 很多現象 以致 華人那種 社會那種 不忘情緒 是很高著的 而他們怎麽去 宣示出來 去形成債問題 我覺得 在整個過程 其實就是 這種 不滿的 一種 宣示 一種 一種 表達的 所以 很好的一個 課題 就是透過了解成債 那個 在不同年代 的一些 衝突 中間之間的爭招 其實也 側面地看到 就是當時的 中國人 對於國家 對於 在殖民地裡的 生活 被 統治的 感覺 感受 其實都是一種 可以說 一個 彈鼠表 有些人 有些人甚至說 其實看回 城寨的 爭拗 亦都可以了解到 令到英國人 了解到 究竟中國 還有幾成的 那三條 不平的條約 即是說 如果當 英國人 發覺 你還在執拗著 那三條不平的條約 咦 那就安全了 對吧 你還在 換引著 那個條約 你也不是完全 否定我們的 法理地位 即是說 我不吃了 那三條約 我們 現在就要你走 那他就害怕了 所以 有人認為 這個其實 定時拋一拋出來 就可以了解到 他都莫名 他的口徑是怎樣的 究竟他 是否尊重 那三條不平的條約 好 我們不如看看 那些資料 明白了這些背景之後 大家就會更加容易 去 聯想到 或者是 認識到整個畫面 整個的 景象會是怎樣的 很容易 有 不止一次有人跟我說 其實很浪費的一件事 就是說這個城寨 一個千棟的功勞大廈 其實這樣拆掉是很浪費的 如果從歷史發展的過程 解約能夠把建築保存 起碼有一個角落有幾棟 然後將它發展成不同的體驗館 探索館 當然不要體驗鴉片 體驗一下怎樣硬碗麵也好 或者體驗一下工廠 或者那種生活 即是那種武槍 或者那種類似牙醫 醫務所那些情況 有一個很好的體驗和學習 幾多空間 但是很可惜現在拆剩什麼呢 就是這些正環的圖 是吧 即是只剩下一些簡單的地基 還有後來無意中 在考古發掘的時候 正在考古探索的時候 就找到一些石板 就是由城裡面通去門口 通去大門的石板 另外找到那個門上面的排便 藍門和九龍寨城 之前我也覺得奇怪 為什麼有人叫九龍寨城 叫九龍城寨呢 如果以社會的習慣來說 是叫九龍城寨的多於九龍寨城 那原因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叫九龍城寨呢 為什麼叫寨城呢 沒有人想到一個解釋出來嗎 因為本來叫九龍城 因為本來叫九龍城 嗯 但是很明顯就是在截前 那些人都會看到的 叫九龍寨城 為什麼那些人都沒有過世 很多的戰後都仍然生活 為什麼叫叫叫叫叫 叫到七八十年代叫九龍城寨呢 你會想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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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一下這兩個字的名字 哪個比較順口 九龍城寨 因為九龍城寨 挺好叫的 一龍寨城 或者要在喉嚨裡屈一屈 才講出來 就是九龍城寨 沒有很順口 另外一個原因 我看一些文件也知道 其實在這麼多篇書信裡 有一半是稱它為九龍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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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很可能在建的過程中 其實他們都覺得兩個名字都好 但是到真正那樣 建一個碑的時候 那個門面的扁額的時候 就變成九龍寨城 就是九龍城寨城寨 這個你當然可以看回那些文件 就知道 就知道它最初的名字 都是有兩個說法 那 到現在 當年 政府就說 因為發佈地下層 找回那個派遣出來 叫它採用寨城 所以就叫它採成空院 這樣 這樣摸一下 但是 但是如果跟社會的角度 很平常當年社會上 九成九都是叫九龍城寨 甚至那些電影 大家有沒有看到很多電影 電影、電視 都沒有人叫九龍寨城 都叫城寨 所以我當時都全憑興奏 那一出書的時候 都是用九龍城寨 城寨以中英為交 就是這樣去決定 好 好 大家知不知道 在深圳 都有一個 城 跟我們這個城寨的相似 你知道誰嗎 大鵬古城 沒錯 裡面一樣有牙龍 一樣有一些 以前有一些文房 當然 面積來說 大鵬古城 是比九龍寨城要大很多 大鵬古城 好 наз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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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好 我們 有雷 的 好 好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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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